Hello 大家好 我是Alfred 今天来到湾仔的万历海景酒店 预备吃晚市自助餐 这间餐厅我们在几年前也拍过 拍完之后其实我也有回来吃过 虽然不是最便宜 但它和最贵的那一家餐厅 其实也有一个挺明显的距离 但它们这里的环境、服务、食物质素 在我印象中都是不错的 所以可以说是挺划算的一家餐厅 坐下不久就发现它们保持了一个 我挺喜欢的优良传统 就是这一家自助餐 它现在仍然是包了饮品 有些果汁、汽水 外面还有些咖啡机 都是自助的形式 不需要另外一个饮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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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尖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例如看Netflix或Disney Plus 就不一定要加入香港的计划 可以价架 看看哪个地方的月子费便宜一些 可以在无限部装置安装和使用 有兴趣的朋友 现在可以用画面这条连结 再加上Promo Code 就会有1-7折 即是83% off 另外多送3个月免费使用 大家可以参考下面info box的连结 蟹脚 然后就有面包蟹 面包蟹这个就不用磨码了 接着就有这个是波士顿龙虾的鉗 然后还有熟虾 还有一个螺 大家可能会很奇怪 为什么只有波士顿龙虾鉗 就没有了新的 因为这一道的新 就会拿到热芬那边来做 那今天这一道就没有生蠔 其实它这个自助餐 之前也会有一段时间是有生蠔的 但据了解它们的供应那边 就出了少少问题 所以这一段时间就会没有生蠔 所以它们现在就会每台 就给回一人一只 就是一个南非的冻鲍鱼 你看到这个尺寸也挺好的 据起来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尺寸 好了 那切来试一试 鲍鱼很厚 肉是很爽的 味道方面其实它是做了一个机煮 但是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淡 就是如果你吃的时候不太留心 你分分钟都不知道自己在吃机煮 那好像那个时间上面就不太足够 那我自己印象很深刻就是它以前那个冷盘 就会有一些亚洲风味的一些小食 可能是一些泰式冰爪 那我自己是挺喜欢的 因为其实很少酒店有做的 那有时你经常都吃一些沙拉 经常都吃那些三文鱼 火腿 经常多都满 那所以它们以前这里有那些东西 我挺喜欢的 没有了那些东西之后 我就觉得好像少了一些特色 接着就试一试刺身 那这里就齐了 每样拿了两片 有八爪鱼 有些so call 包片 有个是吞拿鱼 接着这里有三文鱼 有油甘鱼 还有这个是范立杯 嗯 是个八爪鱼差点 刚刚试了其他东西 挺好的 它那个油甘 油份很足够吃下去 是有油香的 那那些刺身其实平均来说是不错的 给你们看 近一兩年很多自助餐的燒牛肉和羊架都下跌了 但去年年尾開始各大酒店在這個位置都有回暖的趨勢 今天這裡的燒牛肉和羊架都挺高質的 除了有燒牛肉和羊架 這裡還有一份是慢煮的牛柳 這個慢煮牛柳在整個自助區的最右邊就有一個鑰匙 如果你想吃的話就去點餐 師傅就會把整條牛柳放到鍋裡輕輕煎一煎 鍋裡已經有牛油和蒜 我會給你一點味道和溫度的牛柳 煎完後再切開然後把盤子放好 可以看到下面還有一點薯蓉 還有一些gravy 做好一份 這個也是任吃的 這個可以無限任取的 它的薯蓉有一點黑色的一點點 那些是放了一點黑松露 牛柳的上面做了一些煮過的洋蔥絲 所以整個煎是很完整的 如果有些朋友經常吃自助餐 經常吃西牛肉 來到這裡你就有第二個選擇 你可以完全放棄不吃西牛肉 就只吃這個慢煮牛柳也可以 然後就給大家看一下很多朋友都很關心的一個 item 就是一個在熱婚那邊熟食的波士頓龍蝦 上一條影片也有說過 其實很少酒店有提供這個東西 上次我說完之後 那條影片也有很多觀眾留言 或者PM我 也有提到哪間酒店哪間酒店有 但其實數來數去 只有幾間而已 那今天這裡的馬麗海景就是其中一間 是會有這一樣東西的餐廳 還有這個也是他們的一個特色來的 因為他們幾年前就已經會玩這個 是芝士焗波士頓龍蝦的了 但是都不是說非常之穩定的 因為當年拍完之後的一段時間 都會不時聽到有些觀眾去幫親戀 有時又說有有時又說沒有 有時就新鮮 有時就變了一些急凍 有時就是圓脊上 有時就變了一些碎上 就是它把龍蝦肉拆了出來 剁碎它 就拌一些其他材料下去 然後放回一隻殼到焗 那它這裡就一雞兩吃的 剛才在凍海鮮那邊就已經有波龍那隻鉗 就拿去凍海鮮那邊了 剛才我也試了一個鉗 肉質吃下去是挺新鮮的 我們現在試一試這個看看 切下去的質地也挺彈的 它這個波龍就不是放出來 任你拿那種 就要問師傅拿的 在那個station 上就會有一個熱櫃 就是保溫這些波龍 剛才我剛剛拿的時候 就是這一鑽最後一件來的 所以這個就放在熱櫃裡 那個時間就放得比較長 我現在吃的時候 就覺得它的肉質 不是一個百分百的最佳狀態 就是開始有點熟 有一點點那麼多多銀 其實剛才在這裡想再拿這碟的時候 我就突然之間有一個感覺 就覺得這裏就和幾年前的文化東方的感覺 是有點像的 就是說它整個場地不是很大 野食的選擇不是說很多 它冷凍和熱櫃都會有一些重點 質素是不錯的 來到這裡好像是一定要吃那幾樣東西 然後吃完那幾樣東西之後 其實你已經七八分飽了 其他東西是相對沒有那麼重要的 我們首先試一試這條小唐菜 它是和冬菇一起做的 你不要說 這條小唐菜挺好吃的 因為我很怕小唐菜 焗到很軟軟熟熟 即是黃黃的那種 我很怕的 如果小唐菜太生 它狂的那一段又硬 我也是不太喜歡的 所以你不要說 今天的小唐菜挺好吃的 在家裡 我今天看不太 sixty 我問你 快點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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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掛散 快點 ف枱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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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蠟子蛋糕卷, 質地鬆軟, 層忌廉有蠟子碎, 蠟子溶順滑, 吃得啤酒香氣 熱情果芒果慕斯蛋糕, 慕斯質地綿滑輕盈, 不會吃到膠感, 果味清新, 適合飯後吃, 質地味道是我很喜歡的配搭 士多啤梨撻, 餅皮鬆脆, 吃到牛油香味又不會太膩, 士多啤梨完全不酸, 中間那層吉士醬打得很滑, 吃到蛋香甜度也剛好 朱古力心太軟, 購買便會在蛋糕帽製作給你, 但其實不是即叫即焗那種, 因為在蛋糕帽放了一段時間, 所以面層焗得有點脆, 蛋糕質地偏乾 以現在最貴的幾間酒店收到九百一千來講, 今天這餐人均六百出頭算是便宜地, 環境服務食物不算最頂級, 但平均都不錯, 計算都算抵食 今天講到這裡, 記得訂閱Follow我們的Facebook IG, 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拜拜